今天和大家讲一件特别骄傲 特别解气的事 刚才在旁边有几个老外在吃饭 他们一边说一边笑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吃饭用这两个小木棍 有点可笑 我正准备过去 旁边来了一个年轻人 拿着一双筷子就过去了 他和这几个老外说 他说中国人用的这个筷子长七寸六 代表着我们的七情六欲 七情就是喜怒哀乐悲恐忧 那六欲代表人的眼耳鼻舌身意 代表我们的人的生理需求 同时筷子成双成对 代表着阴阳相对和平衡 那用筷子的五个手指 代表着我们的五行金木水火土 而用筷子大家都看 一头是圆的 一头是方的 代表天圆地方 那我们人用手呢 在中间表明天地人三合 另外用筷子讲究很多 你力气太大打不开 力气太小加不住 这就是告诉我们 要懂得知分寸之礼节 更应该懂得天高地厚 最后他说 中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 包容并蓄 它有包容心 还有进取心 那我也想跟你们学习 你们西方人吃饭的刀叉 它有什么文化意义呢 那几个老外听完以后 满脸的震惊 然后和羞愧 连连地说 sorry 我听完以后 也非常佩服这位年轻人 所以说 我们老祖先的这份传统文化 确实很值得骄傲 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记住这份骄傲 导演